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选举 因为八八雪灾一言再言 不过这个延期的决定 引爆了党内反弹 有中常委直言 继续言下去 只是让大家继续吃选举饭而已 而这段谈话 让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当场发飙 他说谁吃选举饭 他都有名单 别以为他不知道 吴伯雄装作没听到 不过好多中常委 对上星期三的火爆中常会 印象很深 中央委员到底该不该再次严选 两派人马相争不下 有人当面挑战吴伯雄 有人就站起来说 如果拖长时间 可能又会增加一些应酬 所以主席当然就会 心生不悦很生气了 说你们不要这样子 在吃饭什么 我都知道 最好都不要了 就这样子 中央委员廖条灿首先发难 说严选只是让大家 多吃几天选举饭 气得吴伯雄当场拍桌子 谁吃选举饭 我都有名单 但选举一言再言 又常委忍不住私下抱怨 财力粗的从南请到北 刚选上的党代表 天天有饭吃 礼品现金贷花样越来越多 实在没办法 再称一个中秋节 多人都觉得 哎呀 已经跑得很累了 是不是就如期呢 要不然就 延后一年吧 那延后一年 当场就被吴主席认为说 这违背党章 吴伯雄的一把火 让有意义的全部晋升 严选爱正式拍板 但不满情绪正在累积 等人要验收 吴伯雄的秘密名单 够不够力 让大家吓得不敢去吃 选举饭 谢谢我